好了 张宝庆的旅途就到这结束了 大家再见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在跟音乐工作拍摄的时候的行程箱 这里面有一些张宝庆的东西 也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这是张宝庆的帽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保温杯 这个摄影的时候就必备的满宝庆 有一些夏天坑的旗下 或者在比较冷的时候就会把它戴上 戴上呢 一是为了保温 二是觉得这个帽子 其实在那个时候还蛮有那种 就是充满冒险色彩的一种感觉 保温杯呢 是里边随时会装满咖啡 我只要困的时候就是喝这个 当然也可以 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就真的是神清气爽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就是在东北拍戏的时候 冷的时候又必备的暖宝帖 我在剧组最多的时候 身上一共有10个暖宝帖 就是我感觉我用它最多的一次了 10个暖宝帖 这个呢就是我在剧组用的剧本 这只是其中的两本 其实好多好多本 但是因为这次只带了这两本 所以大家只能看 就是很有这种冒险的感觉 就是我们天天的海报 这支笔呢就是平常用来勾画台词的笔 然后勾画一些 剧本上的一些重要信息的笔 然后这个 是我们最后一天的通告表 大清大清的通告表 上面的 这个是黑色的字 其实它应该弄红体字 显示更加的明显 好 张宝庆的东西其实特别多 就只带了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实张宝庆的冒险之旅 其实还在继续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这部剧 也非常的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最舍不得离开就是导演啊 还有作为小伙伴啊工作人员 就是大家毕竟就是拍了这么久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感情在里面 行吧 我觉得这部剧还是付出了自己的很多努力 希望能够呈现出很不一样的效果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142天给我的照顾 希望未来有缘再见 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武德堂 那 revised江湖方面 这次的教育 们超乖